训练的时间 这也是一天当中他们最放松的时刻 在训练场上踢起了乒乓球 在羽毛球场上打起了足球 性格内向的马龙复获了很多 对事业的执着 对乒乓球的悟性来说 可以说是在他同辈当中是出类拔萃 把他输到 马龙很细致地规划自己 训练和生活 他会在休息日给自己加课 右手持拍的他会用左手打球 加强左手的力量训练 也会刻意用左手使用鼠标 以此来均衡自己左右手的能力 2008年9月 他10次参加国际平年行会赛和总决赛 7次得的单打金牌 在国内中央联赛并是连续两年 位居南端胜利榜榜首 亦产年最有价值应用人 2010年1月 马龙应该自信 在中国南平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 马龙的脱颖而出 不仅让他成为了对立的核心 也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对于外界的各种评价 马龙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果那种不好的话 就很不想让他去